本篇视频不会很长 在这里我只讲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截止到三季度 中国今年的GDP增幅依然是一个复值 约为-1.6%到-2.9%之间 而不是国家统计局悍然宣布的 正的5.2% 先解释一下 以支出法计算的GDP 它由三个部分组成 按所占比值从小到大意思为 第一 货物加服务贸易形成的净出口 占GDP的比值约3% 注意 这一块在GDP中的比值虽然低 但它是最黄金的部分 是整个经济的催化剂 第二 固定资产投资 占GDP的比值约43% 第三是消费 占GDP的比值约54% 现在 我们来挨个看这三项的情况 首先看进出口的情况 数据来源是海关总数 今年一季度 中国货物贸易 加服务贸易 形成的进出口规模为1577亿美元 同比去年一季度的1438亿美元 还有9.7%的增幅 当时的经济复苏情况 看起来好像相当不错 只不过踏入4月份之后 一方面货物出口轰然坍塌 另一方面因为被迫打开了国门 中国人出境旅游带来的服务贸易逆差 因此迅速放大 就算是官方刻意编造 所谓东南亚遍地都在嘎腰子的谎言 也无法阻止中国人出境旅游的热情 因此 服务贸易逆差 在二季度就超过了2022年全年 在数据上 上半年净出口3070亿美元 较去年上半年的3443亿美元 降幅达到了10.8% 当然了 这样的趋势一旦出现 就一定会长期持续 于是 到了三季度 净出口4617亿美元 同比去年前三季度的5749亿美元 降幅高达19.7% 这里 我再重复一次 今年前三季度 中国货物贸易 加服务贸易形成的净出口规模 同比减少了19.7% 这是近两成的降幅 在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 还没有出现过的最大的年度降幅 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二项 固定资产投资 固头的演变过程 与前面的进出口可以说完全一致 一季度固头增幅2.3% 到上半年就变成了负值 负10.4% 三季度末尾 负11.0% 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 到三季度末 已经下降到了负16.7% 在此期间 政府不是没有做事 恰恰相反 他们每天都在发布各种各样的投资刺激措施 从7月初开始出措施 平均每天都要出至少一个新措施 到现在已经出了上百条投资促进措施 并且放开了政府借债方面的所有限制 以促进投资 投资始终都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大的推进器 没有之一 然而所有这些措施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中国老百姓在面对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下 就是不投资了 各位 说到这里 你们必须建立一个基本概念 所有的企业 从它开办的那一天开始 就必须保持固定资产投资 工业企业大致上每三年就要更新一次生产线 就算不做全面的更换 局部的更新升级也是必须的 即使是服务型企业 办公桌椅 电脑复印机的更新维护也是必不可少的 固头的减少 只意味着一件事 企业家们开始躺平 不再进行生产和办公设备的更新维护 也就是等待着企业的自然死亡 接下来说第三项 消费 净出口和投资的大幅度减少 需要消费的大幅度增长 才能填补缺口 形成GDP的正增长 然而今年前三季度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幅 仅仅只有6.8% 注意 在制出法的GDP计算模板中 将消费按照用户端的性质 区分成了民间消费和政府消费 这两者汇总其实就是站在销售端统计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在这里我都不需要考虑 这个消费数据的不合理之处 比如前三季度 限额以上单位的零售数据 增幅只有4.5% 而限额以上单位的数据是直接报送 相对来说更加准确 并且限额以上单位都是大型商家 经营业绩一定强于小微零售企业 在这里 我们都不要去管它 我们直接使用6.8%的消费增长数据 好吧 现在开始计算前三季度的GDP增幅 计算方式很简单 三大下的增幅乘以他们各自的比例就行了 进出口的增幅负19.7%乘以3% 投资的增幅负11.0%乘以43% 消费的增幅6.8%乘以54% 合起来的结果为负1.65% 这就是完全根据官方数据推算出来的 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速 我再强调一次 即便官方数据已经是注水的结果 尤其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注水非常严重 这么计算出来的前三季度GDP依然是负1.65% 而如果我们采用消费数据中的限额以上单位零售数据 增幅4.5%作为计算依据的话 那么这么计算出来的前三季度GDP增幅为负2.89%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GDP的计算规则并不难 其实非常简单 大致就是我上面列举的三项进行简单合计就行了 各位 即使我们完全采用官方数据 2023的中国GDP也已经进入了完全的萎缩状态 经济萧条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并且在房地产泡沫泼灭 对外关系全面恶化 地方政府债务爆雷等等内忧外患的共同作用之下 这场萧条一定会长期持续下去的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